接下來的話呢,如果我們希望呢,後面要做出什麼,比如說像是其他的考量點,比如說這個要統計出它的百分比跟人數 然後像這邊的購買地點,也要統計百分比跟人數的話,也就是各個項目的百分比跟人數的話 那我前提必須什麼,先把剛剛的這個資料把它做一個轉換,那轉換的部分的話,特別注意,我剛剛第一件事情 先把什麼,先把清單裡面的每一個,有沒有,像底下的A2到B3,把它取一個名稱叫性別,性別剛好就它左上角這個名稱 就把這個當成是它的名稱,這個是這個年齡當成這個範圍的名稱,OK 那可能前面呢,你必須還是要先做一個這個什麼呢,可能還是土把鏈剛,還是要鎖動做一下 那再來的話,公式裡面名稱管理員,就會把這些項目全部都做到這裡面來 那如果說按照那個什麼,按照參照到的範圍好了,A,這個性別 那你可以再去檢查一下,這個範圍對不對 這個範圍好像這個沒問題,這個A1A,這個A1A後面的 那每個範圍它其實底下也會顯示告訴你說,你這個範圍選的到底是不是你要的這個 如果不對的話,你可以再做修改 所以前面是名稱,後面是對照的範圍 那如果這些動作做完之後的話,下一步要做什麼 下一步的話,特別注意,我們就要把所有的名稱 通通通都查過來,也就是把原來溫電調查的結果 本來是用編號來完成的,全部讓它顯示為 它應該顯示出來的,對照的結果 那所以有點像查表,有沒有 查,可是查的規則好像都一樣 所以有個方法,特別注意,這個如果說你假設 你不知道用那個INDRAT來做的話,你可能要花很多力氣 因為其實這個欄數非常多,從B欄一直到O欄,這麼多 所以變成說,假如你要一個一個慢慢做,那會做很多 我示範一下,你給我看看 如果你原來做法這樣,查完函數的 然後V欄數,第一個它要問你的問題 第一個,你要查什麼資料 你要查的資料,記得 LugarValue是在前一個工作表 問卷票查,所以點一下 這個資料到前面 然後它的資料在A1這個 其實就在它的那個性別的B2儲存格 有沒有,代過來就A1 那A1的話呢,再來Table Array 也就是說你要去哪邊查,按F3 去性別這個範圍裡面找找看 那因為性別這個範圍裡面 總共一定是兩欄 所以你要看,其實這個是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點一下,點下去 再點下面這個 再點上面這個性別 它會跳過來,性別在這裡 那也是兩欄,那編號在第一欄 要帶過來之後在第二欄 所以理論上,ColorIndex這個 這個一定是輸入2 這個沒有問題 那在LugarValue 要不要找接近的 不要就輸入0 輸入2再輸入0 OK 好,那支收入的話呢 它就幫我查到了 是男生 OK 那再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就不用鎖定了 往下填滿 那性別就出來了 那如果說再來一個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年齡 那年齡怎麼改 其實你會發現年齡的話應該是什麼 其實這個地方 如果拿前面的公司來改好了 如果拿這個公司 如果假設我拿前面的公司複製好了 取消貼到年齡的地方的話 那有哪些地方要改 這個應該是什麼 問卷料查應該是這邊B2改成多少 B應該改成C C2 然後性別 應該改什麼 性別應該改年齡 所以這個性別 然後把 你會選擇Delette就按F3也可以 這邊改成年齡 然後其他不用改按打勾 這個年齡就出來了 向下填滿 OK 那你想說再來一個 再來一個不是也是這樣 再把這個公司再貼到這邊來 然後改什麼 這邊改成D 然後這邊的話呢 把性別改成什麼 改成教育程度 所以你把Delette按F3也可以 那這邊就教育程度 打個勾 也教育程度出來了 OK 那就是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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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 但是你會想說 這樣好像有點很花時間 有沒有更快一點的方法呢 有沒有什麼樣的規則可以找到呢 那你有沒有發現 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地方 蠻特別的地方 有個地方 在哪個地方 可以看到就是說 有一些地方 不斷在重複 而且有些資料 其實呢 好像在某個地方可以找到 在TableAway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它教育程度 其實上面的名稱就有了 如果假如說呢 我可以把上面的藍位名稱 直接就帶到這個TableAway的話 那不就可以向右 向下一次 就全部搞定了嗎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可以這樣做呢 跟會講 當然OK了 沒有問題 可是特別注意喔 它這個地方 實際上 你可以看到了 我們剛剛那個TableAway 雖然我帶的是 四個字 叫教育程度 對 可是實際上 你看一下這個裡面的資料 這個裡面的資料 你看後面的部分 它是一個什麼 一個 大瓜魂 那裡面的話 就是一筆資料 兩筆資料 其實大瓜魂就是一個陣列 陣列裡面的話 就是放那個表格資料 OK 所以你不能說 可能有同學講說 老師 是不是我就直接把這個教育程度 這個 deleted掉 然後呢 換成什麼呢 換成上面這個名稱 就好了 教育程度 有沒有 其實甚至 這個 因為同學工作表了 所以直接 指向哪裡 指向D1就可以了 可是你會發現 D1過來的話 它會是一個什麼 一個文字 就是教育程度這四個字 但是 table array呢 它要的是什麼 它要的不是一個文字 它要的是一個範圍 一個table 所以呢 如果假如說 你希望要抓的不是文字 而是一個範圍的話 而且那個範圍是有定義名稱的 叫做教育程度 這個名稱的話 如果你要把那個名稱的資料抓過來 變成一個範圍放這裡的話 那你需要有一個函數 叫indirect 這個indirect的函數的話 它就可以把那個文字的名稱 自動幫你去找到你的定義名稱裡面的那個範圍 把那個範圍帶到這邊來 OK 所以如果以後你遇到類似的狀況 你就可以用剛剛講的這個indirect的方法 就可以把這個問題搞定 我示範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懂得這個道理的話 其實後面就簡單 不用重做 什麼做呢 首先第一個 性別這邊 你就把它delete掉 然後裡面的話 請你輸入什麼 直接輸入這個 在這裡的話 直接輸入叫indirect的函數 我是先你剛剛直接打 in 這個應該在哪邊 可以看到 76頁也有 或者是說你可以在 我們的第幾頁呢 第86頁 86頁也有 OK 你們找一下86頁 86頁這邊就有公式了 有沒有 在86頁這邊有一個叫indirect 那放的位置 特別注意喔 是放在這個第二個參數裡面 直接打上就好 叫indirect Ect 記得不要拼錯了 dir Ect OK 錢瓜 再來的話 因為你的名稱來自於哪裡 名稱 來自於上面這裡 所以我直接抓什麼 抓那個性別這個 來把它點一下 B1 如果你點上面 它好像連那個 工作表名稱都過來 不過因為我們是同仁工作表 所以其實前面 文件調查2的那個 金太奧這個前面可以拿掉 其實就是打indirect 剛才打B1好了 然後後瓜糊 那特別注意喔 因為將來那個B1 將來以後我要向下填滿 所以呢 向下填滿的話 有一個規則 B1 這個1的數字喔 它固定會怎麼樣 會幫你加1 1會變2 所以如果你將來 只要固定在這個儲存格的話 記得請你把 1的前面怎麼樣 加上一個錢的符號就可以了 OK 1的前面加錢的符號 那再來的話呢 就大功告成了 不過特別注意喔 B的前面記得不要加錢的符號 因為如果你B的前面加個錢的符號的話 那你以後喔 向右填滿的時候 一直都會指向B 不會動 所以那個錢的符號指的就是說 我就把那個欄或那個列的位置固定住了 OK 那就可以注意喔 向下填滿的話 會是數字部分增加 向右填滿的話 是欄名會增加 所以B會變C 那如果說你假設前面沒有錢的符號 它就會怎麼樣 它就會自動幫你喔 向右 本來B會變C C會變D 以此類推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喔 理論上喔 如果你把公式寫好之後按確立 那我把這個部分的資料先刪掉一下 那我把這個部分的資料先刪掉一下 這個底下這個delete掉 各位可以看到喔 如果你這樣做完之後喔 你會發現喔 向右拉一個 欸 這邊向右拉一個 年齡有沒有 就出現了 教育程度呢 也出現了 也就是用你一直向右拉 拉到底的話 全部都查完了 向下拉的話呢 大家向下你可以快點兩下 這樣子的話有沒有 全部都查完了 有沒有 這樣夠快吧 而且不用寫層次欸 這個應該是想出來最簡單的方法 所以以後如果你有很多問卷喔 然後很多的範圍名稱 很多的編號 大量的編號 你希望呢 一次全部幫你查完的話 那用這個方法應該是最快的 再把重點回覆 再講一下喔 其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這個delete 是直接把對應的那個定義名稱 名稱喔 把它轉換成一個範圍帶過來 OK 它的主要的效果是這樣喔 delete 是把名稱 對應到的那個範圍抓過來 所以喔 我這邊是放一個B1 B1指的是什麼 B1指的是性別的那個名稱 那名稱的話 它就到哪裡呢 到名稱管理員裡面找 有沒有叫性別 右 那delete的角色就是把 這個 這個名稱喔 直接就轉成 在那個什麼呢 下方的這個範圍 它其實就把這個範圍幫你帶過來的意思啦 所以delete的 它的角色是這樣子 OK 那這樣的話 我們只要向右拉 那就換一個欄位一個名稱 然後帶到inderete 把那個定義好的名稱再帶過來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快速的喔 把所有的資料呢 一次就全部查完了 所以應該感覺喔 這如果這樣喔 如果你要查的話 向右 這樣喔 所以你只要查完之後嘛 像剛剛這個地方 公司我把它打完喔 打完這個地方是 去查這個問卷的B2 然後inderete呢 B 記得錢的話 1 然後第二 藍 然後要不要找接近的不要 OK 按確定之後 那你之後只要什麼 向右拉 然後放開 然後再快點兩下就可以了 全部就OK了 但是呢 有可能喔 出現幾個問題啦 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呢 剛好有幾個地方壞掉 比如說你剛好有一個 像這個名稱 如果沒有設定好的話 比如說最常購買這個 假設我不小心名稱取錯 或者是沒有建立到這個名稱的話 那你會發現喔 把他向右拉的話 向右拉 你會發現 一定會有一個地方出現錯誤了 最常購買哪一種設計雜誌 它會出現緊RUF RUF就是reference 就是參考失敗 所以如果參考失敗的話 通常指的是說 他找不到上面的這個名稱 叫什麼 最常購買哪一種設計雜誌 如果你出現這個名稱的話 這個狀況 你就查一下名稱管理 裡面有沒有這個名稱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就重建吧 如果有的話呢 那你檢查一下 兩邊這個名稱 跟你上面的名稱有沒有match 如果你沒有match的話 那也會找不到 可能有可能會差一個什麼空白啦 有沒有 常常同學 好像是一模一樣耶 你說你這邊有空白 改了馬上ok了 因為空白看不出來嘛 那你就是 就把它點一下嘛 比如說 像這邊不確定的話 你就是 點一下上面這個資料 跟裡面 裡面有沒有一個空白 如果有的話 你這樣贏一下 有一個空白 有一個空白就不ok了 所以這個都是 一些細微的地方 可能要特別小心 那基本上呢 就不至於做錯 所以這個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把清單裡面的最長 假設那個錯誤 我們就可以把它 再加一個最長過來 這個 這個把它Ctrl C 然後把底下這個 放來選起來 Ctrl V到它的那個名稱方塊 這邊按enter 這樣的話呢 切過來 你有沒有看到 最長購買的 哪些張 會恢復了 就ok了 所以以後 如果你遇到那種 問卷調查給的編號 一堆的範圍 有點像關聯式資料庫 沒關係 你就是第一個 第一名稱 第二個的話呢 你再利用 in the rate 把那個名稱的範圍 帶到這個V的函數裡面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應該是目前 想到最簡單的方法 ok 如果你不會這個方法 也是做的 也是做得出來 差別只是說 你花了時間差異而已 ok 所以有的人 每天都很忙碌 就是感覺好像每天都在那邊 Ctrl C Ctrl V C C V 不斷的再重複做同樣的事情 好 那這部分請各位試試看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統計什麼 每一個項目 如果我今天希望統計 後面還有幾個問題 這個 這個試試看好了 那這個如果做完的話 再看一下八十七頁 哪一個 這個什麼 底下的話呢 包含就是說 哪一種性別 還有年齡 職業的佔比 就是多少 就是說根據這個 問卷裡面得到的 那我如果想要知道它的佔比的話 那該怎麼做 如果佔比跟總計都要顯示的話 那這個地方呢 該如何完成 那個時候 這個地方呢 我覺得 我先進去看看 谢谢观看